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后疫情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全球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 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何助力区域经济役后复兴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所长 副研究员林永新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此做出解读 首先要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业链 价值链的发展趋势进行充分的评估 并结合实际对通道的建设进行更加科学的定位 在此基础上要加强顶层设计 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新发展格局需要 对重点任务进行适时的调整 另一方面要深化国内相关省区市的协作 丢化营商环境 加大对东盟乃至域外国家市场主体的吸引力 这个地区要加强人流物流信息流 资金流等方面的对接和急剧 消除区域壁垒形成合力 打造通道物流经济圈 此外呢 我觉得还要充分利用RCEP生效的机遇 优化产业分工 推动产业升级 如在重庆广西等地建立食品放产生加攻击地 联动中欧班列辐射欧洲 推进区域经济疫情化增强比较优势 扩大规模效应 经济全球化倒退 套益摩擦疫情冲击 全球货币宽松等大变局 造成了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大 由大众商品价格和国际海运运费拘略波动 乌克兰危机对地区安全局势也带来了诸多的影响 供应链的可控性和安全性 以及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成为重要的议题 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 创造了产业链和供应链多元化发展机会 如通过建设跨境商贸供应链总部中心 建设中国东盟大中商业交易平台 有效提高了区域性的国际物流链产业链的匹配度 同时它也提升了区域通道布局的多样性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被卡脖子的风险 不用质疑 西部陆海新通道推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为各方共银发展提供更多区域 对促进区域经济乃至助推世界经济辅出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为沿线各地区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的机翼 推动区域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 土味平衡共享的方向发展 也为了区域新型市场的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了重要支撑 为沿线地区市场深度融合提供区域 为实现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注入了新的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